你 你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在这儿你的指令活着 你要我怎么样 你说什么呢你 你就我一个儿子吗 你能不能别老盯着我一个人 你给我回来 老李 找我 爸 别着急 造烦的你是吧 你打电话呀 让他滚回来 我已经打过了 他多大的个人了 都已经上高三了 说离开学校就离开学校 说离开家就离开家 不像话 那你给学校打个电话 我来打 别打了 你这个学校怎么管的孩子 他根本就没去学校 失职 全员失职 也不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 孩子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啊 平常怎么管教 你管过吗 我什么工作性质 你不清楚吗 我怎么管 我的工作性质 难道你不清楚吗 所以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可以不用工作呀 你只要在家里 好好的负责好孩子的 功课学业就行了 进来 刘院长 徐护士长你在啊 特护六床的会诊 我们 我们推迟半个小时吧 不用 现在就去 回家再说吧 去重庆干什么呀 我叫他去的 我看他状态不好 我没问你 我 我去散心 散心 你一个高三的学生 这个时候去散心 合适吗 这都学会离家出走了 我不是离家出走 要是去我哥那儿呢 你哥那儿是学校啊 爸 小姐学习压力太大了 你得给她点空间 压力太大了 那高三的学生 压力不都很大吗 全国那么多的高三学生 那不都是在压力之下 被考重刺吗 就你压力大 你受不了了 你还要不要高考了啊 好了好了 有什么明天再说吧 做了一路车 也挺辛苦的 你儿子都这样了 还不让说呀 还明天 辛苦 谁不辛苦啊 我今天做了四台手术 我不辛苦吗 有话好好说嘛 你别有害 我就是平常脾气太好了 把他们灌成这样的 没一个听话了 那你要我怎么样 你让我考重点高中 我考了 让我上私教课 我也上了 让我唱歌 我也就不唱了 我每天就只能睡五个小时 还要跳一千个跳声 你们逼着我吃这个吃那个 我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赞着你的指令活着 你要我怎么样 你说什么呢你 你就我一个儿子吗 你能不能别老盯着我一个人 你给我回来 老李 爸 别着急 造烦的你是吧 有兔崽子 小野他也不小了 有什么事得好好跟他说 你闭嘴吧你 你看你这个当哥哥的 给你弟弟做了个什么榜样 让他有样学样 你们是不是以为自己 翅膀都长硬了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还没站大呢 是吗 你不是有工作了吗 以后什么都靠自己啊 有本事 就别向家里伸手要钱 我说错了 从明天开始 你给我好好看好的 哪儿也不许去 他不信了 你听好了啊林爷 你考不上一大 就给我复读